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经常都用家庭的称呼来彼此描述 主耶稣都说 我有凡是遵行神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 教会就是神的家 我们各人原生的家庭或者有不同 背景都各异 但我们能够在教会的里面 找到爱 找到关怀 我们是人家的榜样 同样 人家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见证 鼓励我们 并且读习我们的生命 今天就用神的话语 用神的灵去转发你 转发我们对教会的人 就好像爸爸一样 亦都好像母亲一样 亦都好像弟兄和姊妹一样 正如这段圣经这样描述 叫我们看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 都好像血肉有关的人一样 让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挑副爸爸 我们多谢你 你拜祭了很多人在我们生命 爱我们 关心我们 我们为教会里面的各个弟兄姊妹 来来感谢你 他真的好像骨肉之蛆一样 去到去爱我们 主 我再求你大大祈恩给他们 你都让我代他们 显出耶稣基督的那份爱和关怀 建立他的生命 我高举赞美你 听我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得圣明自祈求 阿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